Hello 大家好,又是我卡關鏟同的打人王耳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覺這遊戲有時有些癡線任務 比主線任務更難打 所以今天跟大家一起打一個G線 就是福語碟 因為這個G線任務的獎勵不錯 有什麼獎勵呢? 我們一間打完了再跟大家說 我直接由第二個神社出發 剪掉之前那些,免得滿身大家 這一關最有趣的是它分三波 第一波會有魚女和小鵝鬼 魚女我覺得是這遊戲中最麻煩的怪之一 因為它的攻擊範圍很大 另外兩隻我覺得很麻煩的怪 就是盧碌手和輪入道 打魚女來說,我們要保持距離 看著自己的寒血 因為中了毒扣得很快 千萬不要被毒死,不然就太狠狗了 看到它有空隙,就斬它幾下 完成一波之前,就清一清地下 還有折一折,看看會不會有些藥草 第二波就會有隻山路 山路就很白癡的 你不斷用中段的連技 然後殘心就可以堆掉它 又是,你看到地下有那些詳細範圍 就可以先清掉它 不是,第三波會很麻煩 因為第三波會很快進入那個常暗狀態 撿掉藥,清掉地下,擦乾淨地下 然後才處理最後那隻怪 然後第三波,我們有隻大惡鬼出現先 我們可以用大炮 瞄它,射它三炮 它就會死夠了 第三炮它就會死 然後很快就會出了一隻 其實我也不知道叫什麼名字 我們即管叫做獅狂,是一個人形怪 對付這些人形怪 所以我們用一般平時打卓仔的方法就可以了 就是拉一個距離 發覺自己的中段技的攻擊距離 打到它的話就可以斬它 一拍一拍 然後如果隔得太遠的話 也可以用一些符咒類射它 如果發覺它近來攻擊你 你又撈不開 也可以擋隔了它的招 然後出一個反擊型 好像我這樣 還有地上如果有那些常勢 就盡快清掉它 要不然整地都是常勢 加上一個常嵩的範圍 打得很吃力 你會很快就沒有了行氣 那反過來來說 我們都要想辦法扣它的行氣 其中一個方法就是出妖怪技 你看出完之後它的行氣已經沒有了半 又是拉回距離 看到它進入了你中段攻擊的距離 也可以一拍一拍地打它 跟平時我們打人形怪一樣 可以慢慢用這個方法 不斷重複 就磨死它 還有必須要留意 你看到背後地下 有少許有些阻礙物 你不要以為這個是一個 完全全方形的坊 會有些塔塔米在這裡 小心一點 不要走進去 要不然卡死了它 你還會讓它不斷屈死你 你看它現在不動 我就找一些雷彈 火彈 射一下它 還有找一些妖怪技 遠距離攻擊 不要讓它喘息 因為它喘息 它一喘息 它保滿了行氣 所以我們就用攻擊 就是最好的防守 這個格言 來打它 看到它近距離差不多 就可以用中段技 一拍一拍地磨它的血 是不斷重複的 是有點悶的 大家捱上去吧 你見 磨一下磨一下 它已經沒有了一半血 看到它進入武器的狀態 就可以用終結技砍它的頭 這樣就扣很多 看到我經常用L1加4方形的一招嗎 我覺得很好用的 因為擋完它的攻擊之後 可以立刻反擊 這隻怪有一個特點 就是你打它一輪之後 它無緣無故躲起來 就不動 這些情況 一樣 用遠距離攻擊 還有用雷彈 火彈射它 火彈我發覺挺好用的 因為射幾下之後 它無緣無故著火 自己不斷扣命 一會大家就會看到 看到不看到 它不斷70-79 在扣 我還有一個落雷 射一下它 你看到很快就磨掉它的紅血了 搞定 就是這樣了 任務完成 一樣 先放一個漂亮的姿勢 Yeah 就是這樣了 好了 我們看看打完這個 有什麼獎勵 大家都看到 右邊的層 它有一個 竹葉青 不是 竹葉雪才適合 是一把挺好用的 廉刀 我現在都在用 另外 會出了一個 這個 魂魄 就是叫做 薄冰蝶 就是阿龍姬 妖怪符靈 所以這個任務 應該都是必打 我覺得 就是這個竹葉青 你看它的攻擊也挺高 好 今集到這裡 拜拜 來自然 是 感覺 在這兒 呢 我看見 那些衣服 是 有什麼 是不是 我們